你怎么过 逆行过来 从东外过来 逆行的小子 但是我特别慢 这不是我那车子啊 她一样 她怎么走 她正常走呢 她正常走 我要求不高 我是逆行 我知道 我要上这儿拐弯 你哪怕说个对不起 现在能说呢 叫我 就现在要求个对不起 她现在跑了 外卖小哥撞到了逆行的女子 当场逃逸被路人抓回两次 周围路过的群众 都帮逆行女子说话 很多网友听到这里就疑惑了 为什么要帮违反交通规则的女子说话呢 跟随记者来到现场看一看 对不起瓜的群众还真多 都想看看 怎么处理这个壮男人就跑的外卖小哥 看到民警的到来 逆行的王大姐瞬间戏经上身 表示这一切都要感谢这两个好心人 帮自己抓住这个壮男人就跑的小伙子 否则他就逃之夭夭了 那么事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外卖小伙为什么在发生事故之后 就想要一走了之 大姐告诉记者事发的经过 从大姐的口中得知 外卖小伙正常行驶 只不过速度有点快 而大姐那就是蠢蠢的逆行 最后还说自己骑得慢 骑得再慢大姐也是逆行 不过大姐倒是实在 说自己逆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那就令人疑惑了 外卖小哥又没有违规 那跑啥 这个时候出现一个大妈 好着外卖小哥的手机就往外转 这是想要锁猴 不知道还以为是当事人 记者问大妈你们能处理吗 大妈的回答让人一脸的尴尬 弄半天大妈就是个超级热心的过路人 大妈真是闹着玩了 人家当事人什么都还没说 还想要当起交警呢 之后大妈就这样被清理出了现场 在记者的建议下 先看看外卖小哥到底是怎么说的吧 从外卖小哥的话中能听出来 他是知道这个女子是逆行的 现在小伙子一讨厌 撞了人之后还不闻不问 这一下子性质就变了 完全违背了交通法规啊 本来事故责任应该由逆行的女士承担 那现在来看 结局来了个大反转 记者问小伙你明明没错你跑啥 面对记者的科普教育 小伙子满脸的不服气 这一看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 我没跑啊 把事情强了 你这 你没跑你车怎么到那个了 我自个放在那里 这叫什么呀 我自个放在那里 这叫什么呀 是应该保护现场的 我不知道 那为什么这老熊 怎么把你给抓回来 什么意思 要是不是没他 你是不是走啊 你把车准备放在哪 放回家吗 当听到记者说到 肇事逃逸的后果之后 或许自己也意识到了 问题的严重性 才不和记者顶嘴 瞬间没有刚才嚣张的态度 由于外卖小哥发生事故之后 试图逃离现场 按照相关规定 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小哥这一跑真是理亏了 再者说了 公司也都给你们买保险了 本身就是属于无责 这下好了给自己惹了一身麻烦 还耽误送外卖 幸好被撞的大姐身上没有什么伤 也没有太大的损失 要不然一个月都摆干了 之后对于这件事 总得有个解决的办法吧 逆行的大姐笑着说出了自己的要求 就是因为外卖小哥的态度 才让自己报了警找了记者 要是外卖小哥当场说个对不起 自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 上纲上线的和小伙子斤斤计较 考虑到外卖小伙工作的不义 大姐表示不会让他进行赔偿 但是自己就两个要求 把电车当着大伙的面扶下 还有就是给帮助自己的好些人道个歉 外卖小哥不情愿的把电车扶了下 最后在群众的理解和包容下 双方协商事故得以解决 民警提醒女士以后骑车要手法出行 不能为了抄筋道 影响他人的出行 另外外卖男子在发生事故之后 也必须有一个积极解决事故的态度 不能一走了之 虽然是个小小的交通事故 网友看到这种事情立马坐不住了 说什么都要为外卖小哥打包不平 现在怎么逆行的都还这么有道理 最令人气愤的是逆行的怀疑对人帮他 大家认为这件事情是谁的错了 评论区来说说 而下面这个女司机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 开车撞倒了马路上乱骑车的电动车女子之后 骂骂咧咧的就离开了现场 从现场的监控视频中我们能看到 女子撞倒了人明显很是气愤 撞完人之后也丝毫没有停下车的意思 直接选择了逃逸 边走边骂 甚至在怒气冲昏头脑的情况下还闯了红灯 最后交警判定女子负全责 扣15分并罚款2200元 不懂交通法规就上路的司机 确实让人害怕 多米在这里提醒大家 出行道路的看清 交通法纪徐己信 意外事故不要怕 保护现场是第一